美复华航班飞行途中突然返航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布重要提醒 据24日消息 12月23日 有网友发帖称 自己乘坐的美国达美航空DL287号航班 在复华途中 于俄罗斯边界上空突然返航 导致机上大批中国乘客 无法按计划回国 另据环球时报报道 上海浦东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航班未进入浦东机场 也未入境中国 且不清楚目前国内防疫政策 具体对该航班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于返航的原因 该网友表示 美国负责处理防疫码 以及签证等延期等工作的部门 正在圣诞休假中 机上许多乘客都将被迫 面临非法入境的局面 媒体记者与这名发帖网友取得了联系 对方确认发帖内容属实 据日这位网友的帖子内容显示 DL287号航班原计划 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1日 晚22点59分 从美国西雅图塔克马国际机场起飞 京庭韩国人川机场 于12月23日早上6点10分 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登机后 机长曾提出有乘客身体不是需要下机 要找到该乘客的行李飞机 需要加油天气原因等多种说法 最终廊桥在两小时后 重新接轨飞机 机长告知由于联邦法律规定 因为之前的事情耽误 机组已经超过了工作时间 航班取消 该帖子称 后来乘客们接到通知 该航班的再次起飞时间 改到了22日晚10点 预计24日凌晨3点22分 降落上海浦东机场 且航班号由DL287 改为了DL9891 这一次 在比通知起飞时间晚了一小时后 当地时间22日晚11点左右 飞机起飞 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 12月25日发布提醒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